刚才商家跟我说 我舔着脚一口 给我一百块钱 你说他妈 这哪有这么侮辱人的 这不精神叮吗 今天我要使命举报我老公 这是个没法过了 我跟他结婚十多年了 经常遭到殴打 最严重的有两次 连肋骨都摔断了 说这我还怎么让他过呢 谁让你出来了 我发奖金了给 没了平凡的 行 我一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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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百 我一百 你一百 我一百 我一百 你一百 不要搞了好了 不是说好平凡吗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有搞了 你说你小妹那九万块钱彩礼 你有什么可羡慕呢 啊 今天我就好好给你算比仗啊 咱俩房租一个月五千 一年就是六万 你跟我五年 房租一共就三十万啊 生活费一个月八千 一年九万六五年就是四十八万 四十八万加房租那三十万一共就是七十八万啊 你自己看着这样算对不对 你说我要是没有你啊 我是不是就多存七十七十八万 但是我没有啊 我我就选你自己一个人 你知道这七十八万在我们村里我能娶多少个小妹啊 这回你妈在管理要彩礼 你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彩礼都会有花丸了 啊 回来吧好吗 我来大一堂了 啊 七天之后再飞 趁他睡最熟的时候给他来个悬空树 啊 啊 别动了 救命啊 干啥 妈 我睡觉啊 啊 我不知道你们男朋友平时都爱玩什么 但是我男朋友他不爱玩游戏 也不爱玩鲁鲁鲁 好了吗宝贝 好 好了好了 你准备好了我来了 好了 爱飞 真早点来了干啥呀 哈哈 哈哈哈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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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哈哈 好